我和酒店人 都有套路 我吃饱好了 那我 就这套吧 环环相扣 一扣接着一扣 杨子一个地道的北京女孩 从小就热爱演戏的她 选择踏入了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中 起初的杨子 因为没有出众的外貌 以及过硬的演技 常常遭到导演们的拒绝 不仅如此 就连自己的偶像宋丹丹老师 也曾直言她 不适合做演员 而杨子的父母 也曾质疑过她 即便如此 杨子还是依然坚持了自己的梦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 苦尽刚来的杨子 终于开始尝到甜头了 源源不断的剧本和通报 向杨子涌来 杨子也从一个被选择的人 转变成一个有选择的人 而杨子跟程毅 其实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 在杨子未报红前 程毅就认识她了 那么两人的关系到底有多好 是好到可以接大钱的那种 跟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久 难免会被对方所影响 其中就要说杨子模型的北京话了 被杨子盖片的程毅就跟她在片场中 用搞怪的方式互标及北京话来 越说越激动的两人 就连一旁孝峰的导演 喊卡都不停 场面真是太逗了 为此 你喜欢杨子和程毅这对活宝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